大家好,我是武艺张鹏 今天呢,为大家分享一个疏通我们脖子的方法 就是用手去疏通 很多人找我问,可能假装线有问题 脖子两边比较硬,比较疼痛,然后怎么办 那么呢,我们今天这个方法就是针对这个条理 调理我们的颶椎痛,假装线的一些问题 这个怎么做呢,下面跟着我一起操作 这个呢,从我们的双手,从我们的后脑 大家可以看一下,好 从我们的头部,这里开始往后 然后一直坐到脖子这边,然后再往前 好,就这样捋,轻轻的啊,不要用力 就这样扶摸着轻轻的做就可以 轻轻的做 好,大家再看一下前面 后面呢,是我们的后脑,前面,然后坐 坐完以后,到我们的脖子两侧 可以看到脖子两侧,然后轻轻的往前 好,一直坐下来 就可以了,然后再来 轻轻的坐 轻轻的坐 不要用力啊 这个方法呢,是特别简单 它可以从你的后脑这个问题给它疏通 把后脑的问题解决了 从而脖子一直到我们脖子外侧 有甲状线这边,然后一些问题都给它疏通了 疏通开这一溜,你的气血循环好了 一些问题呢,它可以自己解决 那么我们做这个呢 做到什么程度 轻轻的做的时候 它会有发热 建议大家做的整个后脑 和我们整个脖子 全部都温暖的 就是热乎乎的 这种感觉就好 或者是你直接做个 100次和300次 刚开始做100次 我们受不了两个胳膊酸 但是呢,要坚持同时对你的胳膊脑上的经络 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和拉伸 疏通我们的经络呢 对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好 好,大家如果有甲状线的 颈椎痛的,头痛 这些问题的 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 每天脱后脑 然后再脱到我们脖子这里 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可以早晚在我的直播间 和我进行交流 然后呢,可以在下面评论里 留言,谢谢